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岁都是虚岁 实际年龄应该是16岁 这个成婚年龄在清代的皇帝当中算是中等的 比之前十二三岁就举行大婚的康熙皇帝是要晚了一些 但又比后来的光绪皇帝 由于慈禧太后想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多几年 所以到十八岁时才给他举行大婚 那乾隆皇帝这样相比的话还是早了一些 所以这个成婚年龄在清代的皇帝当中是比较适中的 乾隆皇帝的嫡妻姓傅察氏 这位傅察氏是在雍正五年选秀女的时候被皇帝选中 只配给了当时已经内定为皇位继承人的皇四子弘历 为嫡妇附近 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曾经讲过 大家还记得吧 雍正皇帝是在雍正元年就把秘密立储诏书放到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去了 所以雍正五年的时候 弘历早已是内定的皇位继承人 那么雍正皇帝在给他挑选福尽的时候 无疑是按照未来的皇后的人选这个标准来选择的 国事和婚事很多时候是一个道理 与你合适的未必是你所愿的 你必须做的事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 每一个决定有他的所得也总有他的代价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老亲王与嫡妇进复查室八月初一成婚 侧附近乌拉纳拉市与高市格格八月初二进府 选秀女制度是清代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具有满洲特色的一个制度 简而言之的话就是个人的容貌举止和她的家世出身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标准 复查室容貌上讲的话 它因为有画像仪式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宫廷的人物画像 其实我们很难从中看出这个人确切长什么样子 有人说清代宫廷画像主要侧重于服饰细节 以及周围的摆设 对容貌就只是参照一点个人的特点 然后统一画成宫廷审美的样子 不过从画像上我们还是基本可以看出 复查室雍容端庄也不是满人的容貌特征 想来雍正帝在给儿子挑选未来的皇后时 外貌气质一定不会差吧 那至于家世 这个复查室就更美的说 复查这个姓氏原本就是满洲八大姓之一 复查室家族更是其中的名门之戏 他们家吉利相皇旗 大家知道啊 当年努尔哈齿在创建八旗的时候 两皇旗就由他亲自统领 地位最高 到顺治时期皇帝又在多尔滚死后 将正白旗收入自己手中 形成了所谓的上三旗 十八旗当中地位最高的三个旗分 那复查室的祖父是康熙时 立主财策三番的户部尚书米斯汉 大约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财政部部长吧 那伯父呢是立项三朝的元老重臣马齐 在康雍前三朝 担任了三十余年的大学士 被誉为政坛的一棵长青树 父亲李荣宝是查哈尔总管 这也是封疆大吏了 那当复查室做了皇后之后 他的家族就更加兴旺了 乾隆朝的内阁大学士 军机大臣兼名将傅恒 是他的亲弟弟 傅恒的四个儿子 也就是皇后的侄子们 也都在乾隆朝担任要职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福康安了 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讲哈 另外一个侄子 福龙安娶了乾隆皇帝的第四女 和硕和家公主 被封为和硕俄妇 皇后的侄女呢 一位是嫁给了乾隆皇帝的第六子 庄亲王永荣 另一位呢 嫁给了乾隆皇帝的第十一子 成亲王永兴 家族当中还有其他跟皇族联姻的也不少 所以单从婚姻上讲 这个家族就显赫意识了 虽然有关皇帝的夫妻关系 其实正史的史料记载是非常少的 即便有一些记载 一般也不是正史所出 往往是一些笔记当中记载的 比如说 孝亭杂录当中记载说 复查皇后性格恭俭 平常不喜欢金玉朱翠之类的东西 只用通草绒花来作为装饰 每逢岁时节日 后妃们要给皇帝 尽献自己做的荷包 那她就用路高蒙蓉 就是一些动物的皮毛 做成荷包来送给皇帝 以示不忘本 就是别忘记 我们是关外游牧民族的后裔 这个情节 后来被青史稿后妃传 收录了进去 看来当时青史稿的作者认为 孝亭杂录的作者昭蓮 毕竟是皇族 这一段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那另一个笔记 《郎前记文》当中 记载了乾隆皇帝和皇后的 另外一件事 说乾隆皇帝壮年时曾换阶 就是身上长了阶子 医生在调治好之后 说需要静阳百日 方可恢复元气 看来这个阶子长得还是蛮严重的 那孝贤皇后为了保证皇帝不要受到打扰 就每天晚上都在皇帝的寝宫外面居住事奉 一直到满一百天之后才回自己的宫去 这个情节由于被不少影视剧所采用 所以也是流传甚广 我看网上还在热烈讨论说 乾隆皇帝所患的这个阶到底是个什么病 有人说是阶床的 还有人说可能是一些不太干净的疾病吧 但是这个笔记里的确只有阶这个字 没有更多的信息让我们去做进一步的考证 而且呢 这只是一则笔记的记载 是否真实也还有待考证 不过有学者从乾隆朝的实录当中查出 乾隆八年四月十一日 乾隆皇帝在玉址当中曾提到说 这一年的春天他偶换小街这个事情 那这个年份乾隆八年 倒是跟笔记当中所说 乾隆是壮年时期换街的记载 还是搭得上的 可以从侧面辅助证明一下 这则笔记还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从正式记载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能体现乾隆皇帝 对复查皇后之爱的事情 就是他特意为皇后恢复了清残礼 皇后的清残礼 是和皇帝的清庚礼相对应的典礼 这个礼节源自周代 象征帝后重视农丧 抚育黎原 是重要的国家四点之一 同时呢 清残礼也是皇后母仪天下的重要象征 一位日本学者曾经指出 他说早在汉代的时候 皇后就通过在清残礼的过程当中 率领大臣之妻 也就是命妇们完成典礼 从而形成一种皇后率领内外命妇的 女性权利体系 那这也使得皇后的权威 从宫廷之内延伸到宫廷之外 清代呢 早在顺治时期就恢复了皇帝的这个清庚礼 但是皇后的清残礼却一直没有恢复 到乾隆七年 皇帝就下令开始议定本朝的清残礼遗住 并且开始建设仙残坛 就是祭祀这个仙残神的祭坛 那到乾隆九年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乾隆皇帝这个皮肤病好了的第二年 他就下令正式恢复了皇后的清残礼 清残礼一般是在春天举行 由三个环节组成 首先是祭仙残 就是皇后带领嫔妃 福晋 命妇等 祭祀仙残神 然后呢 就是公丧礼 就是等待残虫孵化之后 皇后带领着命妇们一起采摘桑叶 四位残虫 让残宝宝们健康长大 最后是献检骚丝礼 就是等待残虫节俭之后 将残茧尽献给皇帝和太后 并且骚丝染色 织成丝绸 以共娇妙祭祀之用 这个过程由于需要遵守残虫的生长规律 所以前后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是所有国家四典当中历史最长者 而这一过程一方面宣扬了皇后的负德 因为残桑也是属于女工的范畴 和母仪天下的表率作用 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 皇后多次率领妃嫔命妇出入宫廷 举行典礼 从而稳固了她的威望和后权 乾隆皇帝不仅为复查皇后恢复了清残礼 而且像为母亲过万寿圣典那样 也让宫廷画师把整个清残的过程都画下来 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孝贤皇后清残图 这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幅存留下来的 皇后清残的图像记载 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 整个仪式隆重而庄严 皇后母仪天下的形象十分突出 这个典礼也标志着清代皇后的地位达到了巅峰 理论上讲 乾隆九年之后 清残礼应该和皇帝的清庚礼一样 成为每年春天都要举行的四点 但是很可惜 复查皇后只在后来的乾隆十年和十二年 又举行了两次清残礼 到乾隆十三年她就去世了 史书没有记载她乾隆十一年 未行清残礼的原因 但是我们查队史料发现 这一年四月皇后诞下了皇妻子永从 这是她所生的第二位嫡子 第一位嫡子我们之前讲过夭折了 所以再生嫡子对于乾隆皇帝而言 必然对皇后要特别的加以保护 那在二三月间举行的这个清残礼 肯定是由于皇后临产在即 不便亲自参与典礼 所以乾隆皇帝浅非公代皇后行礼 但是对皇后的保护可能还是做得不够到位 或者不够长久 否则皇后就不会在乾隆十三年就英年早逝了 中年丧期使这个事业上正不如辉煌的乾隆皇帝 受到了惨重的打击 他先后写下了不下百余手的这个诗歌 来悼念王妻 曾经有人专门研究过乾隆的诗 说乾隆的诗呢胜在数量多 就是一共写了四万多首 跟全唐诗的数量差不多了 但是质量就很难保证 这就是他诗的这个特点之一 就是保量不保质 他的诗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无情 诗歌呢一般是用来用情的 但是乾隆的诗 都是一种君灵天下 傲视一切的这样的风格 没有太多的情愫在里面 不过我觉得乾隆写给皇后的道王诗里 感情还是比较充沛的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列举几句 大家可以一起感受一下 比如 从诗句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乾隆皇帝对傅察皇后是何等的怀念 傅察氏死后的嗜好是孝贤 后人都称她为孝贤皇后 这个嗜好的由来还有一个小故事 根据青史稿后非传的记载 当初皇贵妃高家氏去世的时候 皇帝考虑赐给她一个什么样的嗜好 比较合适 皇后傅察氏就在一边说 我将来可以得到孝贤这两个字 作为嗜好吗 听闻皇贵妃去世之前 曾请求皇上以贤字为事 皇上允准 但愿来日 皇上亦能将贤字赐予臣妾 我朝皇后上世兼用孝字 倘若来日 皇上能将贤字赐予臣妾 臣妾自当终身自立 以敬此二字 大概在她的心目当中 孝和贤是她最为追求的两种女性的美德 结果呢 却不幸言重 她早早就离世了 那等她去世之后 乾隆皇帝就毫不犹豫地把孝贤这两个字赐给了她 皇后淑德 唯有孝贤二字可表 视为孝贤皇后 天下臣民 应以国母故事来扶桑 是 谈到尊职 根据先例 乾隆朝以前的 康熙和雍正朝皇后兴事 都是不扳照天下的 外地官员也不必来经奔丧 但是乾隆皇帝却宣布 孝贤皇后兴事的消息要不告天下 闲使文之 外地任职的大臣们 只要是公务可以放得下的 都应该来经奔丧 特别是那些奇人官员 你们的女主死了 平日 帝后对你们恩情深重 现在遇到皇后大事 你们就应该像如丧考笔一样 不管公务是否紧要 都应当立即放下一切 嚎痛奔赴 就是一路痛哭着 跑到北京来 扣业大行皇后的子宫 以近期哀慕难以之臣 对于那些没有对皇后的丧事 表现出积极态度的大臣们 乾隆皇帝一律治罪 事实上 由于皇后之死而陷入极度悲痛的 贤隆皇帝 在行为上已经开始有点变得暴躁无常 他很快就将皇后之死 发展成一场政治风波 在这场风波当中 不仅外地官员因奔丧不积极而被议罪 京城的官员也因为各种原因而受到惩罚 比如由于丧事办理不力的 像皇后的祭品因为准备的不够洁净鲜明 光禄寺这是宫廷当中专门负责迹想 炎宴等事务的机构 光禄寺的多位官员就被降级 再比如有大臣为治剃发的 就是大桑期间官员都要搞诉 就是穿校27天 百日之后方可剃头 大家知道清代的发型 就是要把头发的这个全部全都剃光 留下后面的头发梳成一根这个辫子 那可能有的官员时间长了 这个前面的头发就长得乱蓬蓬 毛茸茸的 受不了这个头发太过凌乱 就提前剃了头 但是一旦被皇帝发现 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先后有一百多名大臣 因皇后丧葬问题而受到处分 这个处罚的程度是从罚奉 隔职到赐死处斩 不一而足 最可惜的是两个最大的皇子 大阿哥永皇和三阿哥永章 在丧礼期间都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训斥 说他们并无哀慕之臣 不尽人子之道 此二人断不可成绩大统 直接把两个孩子的政治前途给断掉了 不孝之子 不孝之子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小贤皇后是你们的嫡母 如今宝室 你们不背不痛 还简直替朕非忧 铜谋不归 内情外道 简直不会用你们建筑不足不小的儿子 皇上息怒 儿臣不敢 这些是丧的日子 难道没有以长子自居 自命不凡 这些事情最多看在眼里 听在耳里 你不背当真的儿子 他无声音之道 永皇严心悖乱 我们家无人子之道 他们二人不可能进成真的大统 听明白了吗 后来永皇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幽惧而死 永章也在25岁的时候英年早逝 我们所的名誉所长 也是著名的青史学家戴毅先生曾经指出 他说孝贤皇后的丧葬风波反映出 皇帝的个人意志和情绪 都会对历史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尽管复查是婚事的当年7月 贵妃纳拉氏就被禁封为皇贵妃 设六宫事 有关纳拉氏的故事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 曾经有过专门的讲解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回看一下 毕竟后宫不可一日无主 纳拉氏被禁封为皇贵妃 其实就是成为了准皇后的人选 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又到了行亲残礼的时节 礼部就小心地询问皇帝 是不是还是让一名妃子 带皇后行礼呢 其实也就是在问皇帝 这个皇贵妃的位子 是怎么个处理法 那乾隆皇帝就毫不客气地回复说 妃子公代是公代皇后 有皇后时妃子才可以奉命行事 现在宫里只有一个皇贵妃 你们让妃子来公代谁呢 就找一位官员来代位行礼吧 可见在皇帝的心目当中 还是不愿意有人取代复查室的位置 虽然到了乾隆十五年 在太后的一再催促之下 那拉市才被正式策立为季后 但是乾隆皇帝还是迟迟不愿 让他主持亲残礼 直到乾隆十九年之前 都是令官员代位行礼 而且在复查皇后三周年继承的时候 乾隆皇帝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她说 启必辛勤中不吉 揪书就见九香头 表达了跟新皇后 好像不是那么契合 对旧人还是有深切的怀念的 这样的一种情感 那再等到那拉市死后 乾隆皇帝在此后的三十年时间里 就不再策立皇后 当时还有大臣请求皇帝再立后的 乾隆就将此人处以急刑 用这样的行为来明确地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再提立后的事情了 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 皇后的位置是要永远地保留给复查室 我之前曾经讲过 说直到乾隆皇帝八十岁的时候 群臣祝贺他活到百岁 他还说即便活到百岁 和肖贤皇后在九泉之下相见的时间 屈指算来也就只有二十年了 那么到了乾隆六十年 八十五岁的老皇帝要上位了 新皇帝也就是嘉庆帝要继位 那他的福尽就要被策立为皇后 作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当即就宣布说 此次策立皇后 只在宫廷之内举行庆典 既告宗庙就可以了 不必颁照天下 而且今后有关皇后的一切庆典 包括皇后的生日等都只是内庭的节日 外朝大臣不可以再给皇后上贺见 这个就与孝贤皇后在丧礼时都要 布告天下贤史文之的态度 以及号召大臣们向皇后尽忠的这样的行为 可谓截然不同 在乾隆皇帝的一手推动之下 孝贤皇后逐渐成为清代皇后当中的典范形象 不仅在乾隆皇帝自己心中 而且在整个后来清代皇室的心目当中 她都是无法超越的大清皇后的完美形象 那么讲了以上这么多 其实我们在这里还埋了一个疑问 就是这样受皇帝宠爱和保护的这个孝贤皇后 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忽然轰视的呢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疑案 乾隆皇帝对皇后真的那么钟情吗 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集为大家讲解 什么样的视频会让大家一见三连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